多元文化乐活创新行动方案竞赛计划 为发挥新著名及其子女的多元文化特质 并落实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共约精神 移民署首次于111年办理多元文化乐活创新行动方案竞赛 本次参赛队伍共计37队 所有成员均需全程参加多元文化理论与实践 ISERT简介及方案设计与执行课程再提交行动方案 期间各队克服各种困难在夜师辅导协助下 圆满顺利完成方案计划 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得奖队伍执行过程的足迹与感动 舞动New世界 秀出东南亚 舞动New世界 秀出东南亚 是一群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的东南亚女性组成的文化推广团体 她们主动走进社区与学校 热情地介绍家乡的饮食、技艺等特色文化 大庄国小校庆时 印尼竹琴音乐便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围观 新竹县移民节时 民众也对缅甸长笛群子感到十分有趣 她们希望透过近距离交流 宣导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 文化新潮 C信潮行动计划 她们过山过海来到了台湾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她们的家乡 有她们的亲人 也有她们最美好的美丽 火车也难来 过山过海倒太远了 两位越南妈妈呢 后来在台湾 她们打破了只能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 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遗迹之差 我没有和别人不一样 我活出自己的样子 幸福您姐妹们 勇敢地走出来学习做自己 我们做到了 你们也可以的 没有人是局外人 爱台湾的心都一样 为新二代孩子买一张回家的机票 月食主义美食互动游泄盒 我说要让孩子更清楚文化 那是一定可以带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带到整个一个台湾社会来讲 我觉得很多人要去注意的一点就是 新住民跟自己的孩子的相处 对 她们其实有很多困境 所以变得像是举例来讲 在博佑里面我们可能就会 我们很像一座桥梁 然后我们就去打一座桥 然后让他们的沟通更顺畅 关于我们的线上讲座的部分 就是我们跟一些青年新二代进行一些合作 然后让这些青年新二代们在线上去讲出 属于自己的故事 我们也看到原本是一句越南话都不会讲孩子 到走出门时他已经可以讲出好几句 我觉得这是这次计划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肯定 客缅相传是客家人与缅甸新住民组成的 麻吉姐妹家庭 他们透过活动 邀请民众来体验客家和缅甸的特色文化 以融入社区为目的 麻吉家族设计了一整套课程 除了分享客家缅甸的文化记忆 也提供首座缅甸美食和客家期望 给参与的学员们品尝 当然还有极具缅甸特色的首座灯笼活动 在缅甸 点灯节是最著名的节日之一 所以制作一个精美灯笼 进行点亮光明灯的仪式 对缅甸的朋友来说 是富有传统意义的一件事 缅甸在10月至11月这段期间 举行点灯活动 台湾同步一起DIY首座灯笼 也相当应景呢 无形文化遗产 印尼蜡展 来自印尼、越南两个东南亚国家的四位女性 组成了一个 印尼蜡染艺术美学文化推广团体 她们深入校园、社区 邀请师生与大众 共同体验这项异国公益 希望创造出多元化的新社会 参与印尼蜡染课程的学员不分南临老少 社区的长辈也可以一起动手做哦 课后还可以一起享用印尼风味的特色美食呢 今天很开心参加印尼蜡染的课程 关老师今天教我们 怎么样在一块树的白布上面 棉布上面 先把蜡滴上去 我很喜欢 很漂亮 觉得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参加这样的课程